终于50系显卡迎来了最主流的成员RTX5060 实际上单轮规格来说 5060相较于4060提升幅度算是在整个50系里都比较大的 毕竟这次5060使用的是一颗从5060Ti上阉割下来的核心 而非一颗更小的核心 因此规格上并没有4060那么惨不忍睹 我们今天测试的显卡是来自华硕的RTX5060天选 这张卡的配色非常漂亮 白色的整体设计加上绿色的点缀是天选加速一贯的色系 金属背板完整覆盖了PCB背面 散热部分使用了一个大尺寸的三热管三风扇的散热模组 显然这对于145W TGP的RTX5060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这张5060天选使用了单8频供电 它也有性能和静音双模式切换的开关 拆开散热器我们就看到了5060天选的PCB 这张PCB相当紧凑 布置了四项核心供电两项显存供电 中间就是5060所使用的GB206-250GPU 这颗核心的规格比起5060Ti 主要是差了768组酷大合金 显存带宽和L2缓存倒是一道未格 尤其是GDR7显存 让它的带宽比前代的4060已经高出了超过60% 看起来这代显卡的待机提升 应该会比其他几张50系显卡好看一些 只可惜显存容量还是只有8GB 毕竟AMD的9060XT这次已经有了16G显存容量的版本 这对于2025年以后的游戏来说可能是个问题 既然已经了解了5060的规格 咱们也就不多废话了 直接来看性能表现吧 这次我们主要对比同为8G显存的几张60GN卡 以及目前价格已经逐渐降到接近5060水平的7700XT 在3DMark几项测试中 5060的成绩都要比4060Ti高出一点 比5060Ti大约低了将近15% 这个性能提升幅度相较于4060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 算是本代卡里待机提升幅度比较大的一张了 当然这个分数比起定位更高的7700XT还是要低上不少的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2K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 先来看看竞技游戏吃鸡当中的表现 5060在2K最高画出的表现超过了4060Ti 比4060有30%左右的提升 比5060Ti落后15% 这个表现和3DMark里的结果其实差不多 但即便待机提升不小 相较于定位更高的7700XT 这个帧数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在《使命召化21》里 5060相较于4060的提升幅度就要稍低一些了 也要弱于4060Ti一点 看起来COD21是比较持CUDA数量的游戏 在这里4060Ti更多的CUDA核心还是有用的 7700XT在这里的表现就很出色 老头环里5060小幅超过了4060Ti 领先4060大约26% 同时也干掉了7700XT 比起5060Ti落后幅度也在15%左右 和3DMark里的结果接近 《心灵杀手2》当中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5060的表现刚好能够持平4060Ti 比起4060有接近30%的领先优势 但不敌7700XT 在开启光追之后 5060以两帧之差稍逊于4060Ti 当然DLSS4开启之后 即便是5060也一样可以获得DLSS4多帧生成的优势 天国拯救2里面 5060依然以微弱优势战胜了4060Ti 相比较于4060提升幅度不算小 相对于定位更高的7700XT也能够持平 在弘客2070当中 在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它可以轻松干掉4060Ti 相较于4060提升幅度相当大 比7700XT则要稍弱一些 开启光追之后 它的优势就没这么大了 毕竟裤带单元还是少了一点 此时它的帧数会稍低于4060Ti 当然50系的DLSS4多帧生成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但在60级显卡上 我还是建议你稍微降一点画质 保证一个较高的基础帧数 来确保你的游戏体验 在黑神话悟空里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5060可以持平4060Ti 比4060强出30%左右 在开启DLSS超分之后 小幅超过了4060Ti 整体和7700XT也近似 在开启光追之后 5060依然可以持平4060Ti 如果你要用DLSS4多帧生成 这里我依然建议画质稍微开低一些 来保证一个比较高的基础帧数 我们又试了试 在DLSS质量档 我们把画质调到高档位 5060这时候就可以跑到77帧了 在这档画质下 你如果再打开DLSS4的多帧生成的话 就可以跑到189帧的平均帧 这个时候显然 帧生成的效果是非常可用的 简单测试完性能之后 5060确实是50系卡里 待机提升幅度相对比较大的一张 基本上它可以小幅度的超过4060Ti 相较于4060的提升幅度也接近30% 和5060Ti的差距拉得也不算特别大 那么在生产力测试里面的PR的测试当中 凭借着50系大幅加强的边界码机性能 5060的表现明显比40系的两张60机显卡强得多 并且由于规格差距比较小 它在PR里面的性能和5060Ti相比 几乎没有缩水 唯一的问题是8G的显存容量 在稍大一些的项目里肯定是不够用的 Blender作为一个几乎和CUDA数量直接挂钩的项目 5060在这里的表现就显著不如4060Ti了 毕竟CUDA核心数量上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当然和4060比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在本地大模型测试当中 5060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显存容量 在Q4量化的情况下 5060也就只能顺畅去运行7B参数量的模型 在性能表现上倒是和5060Ti差距不大 GDDR7显存的带宽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也测试了这张华硕5060天选 在Time Spy测试当中的功耗表现 以及Speedway循环测试当中的温度表现 在Speedway压力测试当中 这张华硕5060天选最终跑到了核心62度 显存72度的成绩 此时风扇转速仅仅刚过1100转 几乎听不到声音 看来天选这个高规格散热器 对于5060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 在Time Spy当中 5060的平均功耗比4060高了不到20W 比起4060Ti还是低一些的 因为功耗强设的比较低 你可以说这个能效表现是比4060Ti好一点 但这也意味着它的超频潜力应该还不错 那么在简单调整之后 我们把这张5060天选 超频到了3.2GHz的核心频率 和34Gbps的显存频率 最终Time Spy成绩15630分 但显然160W的功耗限制 其实并没有未保这张5060 电压还有不少余量 如果TGP拔得更高 应该还有超频空间 那整个测试下来 看起来这次的5060在整个50系提升幅度都相当有限的前提下 给出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性能提升幅度 接近30%的代际提升幅度 在这几代60级显卡里 算是给的最多的一次了 和60Ti的差距也相对来说拉的没那么大 但8G的显存容量在今天实在是有点捉襟见重 如果它能够用上3GB颗粒 做一个12GB的版本 那么我相信它在面对未来游戏的时候 会明显更从容一些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